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道士只是很淡然地说,没有受伤,只不过被童甲石抓了一下。 虽然不知道老道士有多厉害,但从他连续几天穿越山林,从来没有劳累的样子看,这老头远比其表面更强悍。 最起码,我们俩打起来,我估计他一只手就把我揍趴下了。 嘎目也不是个善茶,这俩人家一块,竟然还会被童甲石抓到。 难怪老道士说,杀地养尸的时候,需要童甲石助阵。 我不禁对这种传说中的怪异尸体起了更大的兴趣,童甲石到底是什么模样? 可是,想起白天只被童甲石喷一口气,就吐成那样,我又怕了起来。 不过回想起来,童甲石当时估计就在我面前,也幸好屋子里很黑。 不然,让我睁眼看到一副鬼脸在眼前,还不当场吓死。 老道士没和我说太多话,端坐在床上,摆了一副常见的氧气姿态,闭上眼不吭声了。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一点多。 刚才经受一连串的惊吓,此时老道士回来,我高度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 有他在旁边,我觉得安心很多。 躺在床上,看着老道士的后背,我忽然觉得眼前像是有一座高山。 老道士的气质与他形式的神秘,让我愈发地感兴趣。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老道士已经出门了,估计白天没什么可怕的事,不然他不会留我一个人在这。 所以我穿上一副鞋子,也开了门出去。 外面依然很平静,让我奇怪的是,这么一大片山林,却从没听过鸟兽的鸟声。 难道童甲狮还能吓住这些野生动物? 想想也不是没可能,野兽的直觉一向比人更灵敏。 先前也说了,小山村并不大。 出了门,我就看到老道士站在黑屋前和嘎木老头说话。 我走过去,跟他们打起招呼。 嘎木老头很和气地冲我笑笑,说,昨晚睡得不好吧。 我笑着说,还行。 嘎木老头笑了笑,说,饿了吧,一会就吃饭了。 没事没事,我不饿。 我连忙摆手,对了,你们在聊什么? 老道士看我一眼,说,你不懂。 嘎木老头却笑着说,没事,说给他听听也可以。 我们刚才是在讨论,是不是先找出地养师的位置。 不然,万一真跑太远就麻烦了。 我说,哦,这个我昨天也在想呢,听说需要我的血和我家玉佩一块用。 嘎木看了一眼老道士,说,你倒知道的不少,的确是这样。 不过,现在那没玉佩被我用来镇压铜甲师,以加快练尸速度。 所以,如果用来探寻地养师的位置,可能会有些麻烦。 这有什么麻烦的,拿出来用就是了。 练尸慢那么一会,也没什么吧。 老道士在一旁面无表情地说, 通明玉佩可以连同优明,让童甲师吸取精气的速度加快。 但相对的,练尸人与童甲师的联系就跟不上了。 所以,如果取出玉佩,童甲师会很暴躁,可能会出一些乱子。 我并不怀疑老道士的话,就像他第一次对我说有童甲师时,我没怀疑一样。 因为在此之间,我也经历过一些对常人来说匪夷所思的事件。 所以,我带着询问的语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怎么找地养师? 难道你们俩镇不住童甲师吗? 当然可以。 嘎姆说,所以说只是有一些小麻烦,主要问题是,这些麻烦大部分落在你身上。 啥意思这是? 咱们说着说着,又拐到我身上来了。 杀尸要我嫁得玉佩,用玉佩需要我的血,现在找地养师,还要落我身上一些小麻烦。 我可以肯定,从嘎姆嘴里说出来的小麻烦,对我这种普通人来说,肯定是麻烦到极点,说不准就有性命之忧。 不用担心,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 嘎姆老头笑着说,但我越看,他越想以图拐卖人类的恶魔。 我不由自主地把眼睛描向老道士,似乎是察觉了我的小动作,老道士嘴巴一张就要说话。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具体的事情吧。 嘎姆老头接着说,首先,取出玉佩需要在子时,那时殷起最重。 童甲师可以在那个时候吸取到足够的精气,所以即便没有通明玉佩也无碍。 但过了此时,阴明之地的精气就会减少,此时就需要通明玉佩来沟通幽冥进行补充。 所以,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时辰,在这一个时辰内,必须要找到地养师的位置,然后把玉佩还给童甲师。 最关键的问题是,取玉佩必须由你来做。 因为你的血脉和通明玉佩相连,童甲师不会对你有太多戒备。 如果换作我们的话,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攻击,那就得不偿师了。 嘎姆说完,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露出了狐狸尾巴。 不但找地养师落我头上,连从童甲师身上拿玉佩的活都归我,这不是压榨吗? 可是,呆头呆脑,自个儿送上门的我,能拒绝这个吗? 嘎姆老头说得好,这活没有一点危险性,只是要放点血在身上涂满,这样才能和通明玉佩连通,不被童甲师攻击。 能涂满整个人的血要多少,我没什么概念,但想来需要不少。 而嘎姆又说了,取玉佩必须得在血泥股前,不然的话,还是会被童甲师攻击的。 这个时间,大概有五分钟。 虽然嘎姆把这件事说得轻描淡写,就像拿筷子吃饭一样简单,可从老道士的表情来看,这是显然要比他说得复杂。 你确定,我没有生命危险? 确定。 嘎姆点点头。 我又看向老道士,再问一遍,你也确定。 老道士原本低着地头抬起来,看我一眼,过了几秒钟说,没事。 有他这句话,比嘎姆说一百遍都有用。 不知怎么的,我就对老道士有信心。 既然他说没事,那肯定就没事。 那行,我干了。 好。 嘎姆笑眯眯的,然后从背后摸出一把刀。 我被他吓了一跳,你要干嘛? 放血。 老道士替他回答,一碗半血,放得我有点晕。 等放完了我才想起来,许玉佩是晚上,为什么放血是现在? 嘎姆把血碗放回屋,而老道士则回答我的问题,需要再加点东西,你血脉里的灵性太低,不够用。 老道士从怀里摸出一枚血红色的药丸递给我,把它吃了。 我接过来,一手扔进嘴里,味道有些苦。 这是什么玩意? 补血丹。 老道士回答说,还别说,吃完这颗药丸后,我觉得刚才损失的血似乎都补充回来了, 也没那么晕了。 不过,这明显是心理作用。 按照老道士的说法,这煤补血丹顶多帮我补回一半的血。 不过有这就够了,起码我不用感觉天旋地转。 等我们吃完饭,嘎姆还没从屋里出来,估计配置灵血要花不短的时间。 老道士带着我回了屋,开始叮嘱我一些注意事项。 童甲狮是以强壮身躯的无辙炼制,先天带有一丝暴虐,所以你动作要轻,不要让他觉得你可能产生威胁。 例如手脚乱动这些,都不可以有。 其次,童甲狮在此时吸收精气,会散发湿气来保护自己。 所以,你必须平住呼吸,虽然灵血可以维持五分钟,但以你的体魄来说,憋气时间顶多一分半。 你要记住,一旦吸入湿气,灵血就会失去作用,童甲狮就能认出你。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算死,也要缠在童甲狮背后,当我们去救你。 要记住,正面对抗,任何人在童甲狮面前都是死路一条。 老道士让我从床上起来,然后走到我背后。 忽然间,我感觉自己背后像被蛇缠住一样,一双胳膊像钢筋一样缠在我的腰间,我感觉肋骨都要断了。 没等我喘口气,腰间一松,老道士的话从背后传来,这是蛇缠法,你可以找颗数量一下,不要单纯地以臂力去缠。 你的力气对于童甲狮来说,比儿童还不如,我感觉后背有些发凉,这活难度也太高了。 还有,取走玉佩时,要把玉佩贴在额头慢慢后退,额头是天门所在,沟通天地阴阳,只有这样,玉佩才能护住你,不被童甲狮攻击。 后退的时候一定要慢,呼吸起码要再离开童甲狮五十米外,这是其实气散播的最远距离。 五十米,我默默计算了一下,顿觉有些乱,来回就是一百米,接近二十米内就要慢腾腾的。 这要算起来,一分半钟也就看看够用。 或许是觉得这活对我来说的确很困难,老道士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完事后,三天后送你回去,那块金砖你可以留着。 玉佩呢,也还给你,这绝对是一个惊喜,光是那块大金砖就值好几百万。 为了这几百万,什么活我不能干。 在确定我记住所有的事情后,老道士又开始闭目养神,时间如流水,很快就到了晚上。 吃完饭,老道士带着我直接去了嘎木的屋子。 屋里依然一片漆黑,我听到嘎木和我们打招呼,这么早就来了。 老道士喊了一声,对我说,不要除声,可以随便做,但不要乱动。 看着你的手表,十一点的时候,平住呼吸等,捅甲湿出去。 我点点头,但随机想起来,这么黑的屋子,他根本看不到我。 在无聊中度过三个半小时的时间,熬人到几点。 我不知道自己的手表准不准,但指针指向十一点的时候,我立刻平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 因为这个时候,我听到一声沉闷的喝气声。 同假时,除了这怪异的喝气声外,还有一声声类似念咒的声音,估计那是嘎木。 好似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喝气声离我越来越近。 我下意识地把手脚都缩在身旁,眼睛睁大了想看清前面。 只是,前方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就在这时,原本还有些光亮的防门猛的一案,我看过去,正见到一个约一米九左右,雄壮无比的身躯,把门口挡了一大半。 那身躯与常人无异,但借着月色,却能看到一丝微弱的反光。 这就是童甲湿骂。 没等我看清楚,这句童甲湿便迈开沉重的步子,向外走去。 他每一步落下,我都感觉地面像在颤抖,由此可见,童甲湿的力量之强,当真无与伦比。 难怪老道士说,正面对抗,没人是童甲湿的对手。 只是,不知道老道士和嘎木所谓的制住是怎么制的,难道那不是正面对抗? 加上老道士上次回来后,衣袖被童甲湿撕下了一片,以此看来,那老头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 在童甲湿离开房间后,嘎木也跟着出去了。 我看到他手里抓着一根长长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一边走还一边弯腰在地上撒东西。 没多久,外面就响起同甲湿震天的嘶吼声。 此时我距离他更近,听到的也更加清晰。 欲发觉得,这种炼尸而成的怪物,强大无比。 可以呼吸了,老道士的声音响起。 我这才想起来,老道士一直在我旁边没动。 张口吐出憋很久的一口气,又连续几次深呼吸后,才觉得身上又充满了活力。 刚才那就是童甲湿。 我问。 老道士恩问一声,说, 此时到了,你在门口站着别动。 我依然站在门口,远远地看到两个身影一前一后。 四处跑动的那个估计是嘎木,而站着不动的则是童甲湿。 即便隔得很远,依然能感受到童甲湿身上那股凶煞之气。 老道士说,童甲湿子湿出来是吸收天地惊气的。 我原本以为可以像电视里那样,看到一股粗壮的气柱自天上贯穿而来。 可现在看来,所谓吸收精气,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或许老道人能看到,不是说修道的人都能开天眼吗? 这时,我听到老道士说,把衣服脱掉。 啊,快点,不然时间不够了。 老道士的语气出奇的严厉。 我不由自主听从他的吩咐,迅速脱掉身上的衣服。 内裤也脱了。 老道士说,这老道士还真够狠的。 我一边按骂,一边快速脱掉自己唯一的折羞补。 见我衣服脱完,老道士开始在我身上抹东西。 那东西是液体,有些温热,估计是我的血。 不过这血都放出来半天了,怎么还是热的? 难道一直放炉子上温着? 随着身上涂抹的血液越来越多,一股子难闻的味道扑鼻而来。 这什么胃? 我说啊,能让你保命的味。 老道士说,胳膊抬起来。 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洗澡,而老道士是一个搓澡工。 只是,这个搓澡工服务态度忒差了。 大概两分钟左右,我浑身上下,包括最隐私的地方和脚底板都被涂上了东西。 老道士抹完最后一处后,说,去吧,预配在铜甲石头上,拿的时候一定要稳,不要碰着它。 这就去了。 我有些担心,光靠血来防护,是不是不靠谱啊? 要不要再抹点黑狗血什么的? 答案是,我差点被老道士一脚踹屁股上。 按照老道士的嘱咐,我快速向着铜甲石方向跑去,也许是为了不打扰我,嘎目老早就躲开了。 等我进去,差不多五十米范围,已经不见他的影子。 我不知道五十米到底有多远,但估摸着差不多就开始避气了。 二十米倒是好算,有个差不多就行。 隔着二十米,我不敢多看,只记得自己避气时间不能算很长,时间宝贵。 放缓了脚步,慢慢地向铜甲石接近二十米的距离,我觉得自己像在走两公里。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铜甲石的样子在我眼中也越来越清晰。 我一直走在他的背后,所以也只能看到背影。 但即便是背影,依然给我喘不过气的沉重感。 高大的铜甲石身上只裹着简单的布条,雄壮的身躯赤裸裸地暴露在月光下。 我不知道所谓铜甲石是不是与其肤色有关,但在月光的照耀下,他身上的确泛着一层青铜光色。 这是犹如钢铁巨人般的怪物,人为制造,却很难控制的杀人机器。 如果他发了疯,连嘎木这个本命炼尸人也扛不住。 此时,我距离铜甲石已经不到两米。 我看到,在他头顶漂浮着一枚玉佩,那是我祖上传下来的通明宝玉,可沟通阴阳优明,让铜甲石更快成长。 此时,这枚玉佩以一种我难以理解的方式,悬浮在铜甲石的头上。 我甚至可以看到,在玉佩上透着明亮的光彩。 这种温润的光彩,在黑夜中却像灯泡一样。 走到铜甲石的身后,我平住呼吸,有些畏惧地看了一眼散发着凶器的铜甲石。 太高大了,太威猛了,这玩意不会突然转身吧? 呼吸已经有些憋了,我不敢再迟疑,小心翼翼地伸手,把玉佩握住,又慢慢缩回来。 在我握住玉佩的时候,铜甲石身子轻微抖动一下。 他这一抖不要紧,我的手也跟着吓得一颤,一下碰到铜甲石的头发上。 也不知道这尸体怎么练的,头发跟钢丝似的。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如果有意外,肯定不是好事。 老道士教我的蛇蝉法,根本没练几次。 看铜甲石那雄壮的模样,恐怕一巴掌就能把我拍死。 我拿着玉佩,慢慢地往后退,通甲石一直仰着脖子,似乎是在吸食天地惊气。 玉佩只是让他抖了一下,没有别的反应。 看来老道士说得没错,这活有惊无险。 在退出二十米范围外,我已经快憋不住气了,感觉脑子都有些想炸开,赶紧转身往回跑。 跑了一会,估摸着超过五十米了,甚至能看到老道士在门口站着的身影后,我才敢张口喘气。 可这一张嘴,我的脸色就变了,因为我清楚地闻到一股腥臭气息,这和我第一天来的时候,被铜甲石喷在脸上的味道一模一样。 糟了,难道我还没跑出五十米外? 与此同时,我听到背后传的一声震天嘶吼声,转头一看,魂魄都要吓飞了。 巨大的铜甲石,此时竟然不知何时面对着我。 像在宣布公鸡一样,铜甲石仰天嘶吼一声,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向我扑来。 我吓得狂叫一声,撒开腿就跑。 老道士,救命啊!救命啊! 我大叫着,老道士早已发现我的危险,立刻向我跑来。 我不知道铜甲石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但可以肯定比我快。 一声尖锐无比的哨声,像要贯穿我的脑海。 一瞬间,我脑子里像被扎了一根针,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这一倒,把我心都倒凉了。 回头一看,怪了,铜甲石没再追赶我,而是站在那里,浑身不断颤抖。 我不敢再看,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跑,腿还是有些软。 这时,铜甲石又是一声嘶吼,我转头看到,他一笔之前更迅捷的速度向我追来。 那双巨手已然张开,估计被他抓住的一刹那就可以撕开我的身体。 老道士的速度很快,但是他没有铜甲石块。 在老道士距离我还有机密的时候,我已经闻到背后传来的那股热气了。 那不是热气,而是铜甲石用来保护自己的湿气。 老道士说过,普通人被湿气清洗,三天就会化农而死,可见这种湿气毒性多忙烈。 老道士,救。 我一句话没说完,就感觉脖子被人掐住了。 那股力量大的无法行动,只是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被电线杆砸在脖子上一样,几乎要折断了。 我似乎看到,老道士脸上带着惋惜,带着惊诧,带着一丝丝后悔。 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却感觉脖子上的巨手松开了。 休息三秒,喝口水,马上回来。 三,二,一,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可以点赞视频,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紧接着,老道士飘然而至,一把拽住我往后面一甩。 他的力量大的飞人,我虽然瘦弱,但起码一米八的个子一百多斤,就被他一手甩开七八米远。 不知道是不是老道士虎口夺食,惹恼了童甲狮,这家伙沉闷地吼叫一声,一手抓向老道士。 孽障,退。 老道士也不知使得什么法,我只看到一团火光在童甲狮胸前爆开,那么威猛的怪物都被炸得后退。 趁此时机,老道士也后退几步。 他是背对我的,我只看到他胳膊在前面动,估计是在拿东西。 只是看不动他拿的什么,而这个时候,嘎目也从远处追过来。 我这才知道,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把笛子。 刚才那尖锐刺耳的声音,估计就是嘎目的笛子发出的。 不过这是什么笛子能发出那种要人命的声音? 天五行,地灵神,父。 老道士大喝一声,脚一舵。 我看到童甲狮四周的地面好像泛起了一团金线,只是刷的一下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 童甲狮此时像被什么绑住一样,在原地不断挣扎。 老道士的身子也在颤抖,只是幅度不大,如果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 嘎目从后面追来,仰手在童甲狮身上撒下一团东西,震。 他说着,一手拍在童甲狮背后。 这老头的确不愧他那一身肌肉疙瘩,童甲狮如此巨大的身躯,都被他一掌拍地往前冲几步。 老道士身子猛往前冲,半蹲着,一脚扫在童甲狮腿部。 隔着七八米,我都能听到一人一尸,脚步碰撞,发出啪的一声巨响,就像两根石柱子撞在了一起。 童甲狮被老道士一脚扫中,直接倒地。 这也和嘎目那一掌有关系,如果没有他先让童甲狮失去重心,估计老道士一脚也无法凑效。 这俩人估计不是第一次配合,在我看来已经非常精妙。 在童甲狮倒地后,嘎目从天而降,一拳打在童甲狮背后。 巨大的童甲狮抬头凄厉地嘶吼一声,却在地上无法动弹了。 小山村的其他屋子,依序传来几声嘶吼,像是在回应一般。 有一些屋子甚至响起了杂乱声,像有人在打斗。 嘎目的拳头收回后,我看到童甲狮背后有一根泛着荧光的东西,像一把锥子,难怪他毫得这么惨。 也不知是真累着了,还是做给我看的。 嘎目老头伸手在额头抹了一把汗,转向我说,你这小家伙可差点没把我累死。 老道士哼了一声,语气有些沉,快点把他弄回去,还要准备找地养尸。 嘎目应了一声,提着巨大的童甲狮向黑屋子走去。 途中不免经过我这里,我看到童甲狮依然眼瞪着看我。 这种武者尸体炼制而成的怪物,除了浑身泛着青铜光力大无穷外,与常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区别。 只是,不时从嘴里冒出的湿气,还是暴露了他的身份。 嘎目提着童甲狮离开了,老道士走在我旁边,站得像根柱子,伤着没有? 呃,好像,没有。 那就起来,去把你衣服穿上,马上准备找地养尸。 老道士说,呃,我这一身不洗洗吗? 完事了再洗,现在没时间。 老道士说,语气带着强烈点不满,自个儿往嘎目的屋子走去。 我暗骂一声,只好跟在他后面,在门口把衣服捡起来穿上。 血粘在衣服上,衣服又混着血粘在皮肤上,别提多难受了。 玉佩呢? 老道士从屋里走出来。 我把握在手里的玉佩拿出来,老道士接过去,用一张纸包住。 拿纸包住干嘛的? 我问,老道士没回答,右手并坐剑指,对着玉佩一点,纸张无声无息地燃起。 太神奇了,我惊讶地张大了嘴。 这时,老道士拿着燃烧的玉佩迅速往我额头贴上。 我被吓一跳,下意识地想要后退,却被人一把抓住。 那手臂强劲而有力,后来我知道,抓住我的是嘎木。 说来也奇怪,纸张虽然在燃烧,但贴在额头上却只有温热的感觉,并不会觉得烫。 同时,我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从额头流进了脑中,一片清凉,从未如此清醒过。 比夕,宁神,想象你可以用脑子看见东西。 老道士提醒我,我按照他说的平住呼吸,全神贯注地想象,让人无法相信的事发生了。 虽然闭着眼,可我仍然看到了四周的场景,清晰无比,像是白天一样。 周围略带了一丝清光,但并不妨碍视线。 看到了,我看到了。 我惊喜地说,向更远处去看,找出地仰尸。 老道士吩咐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很像人形间叠机,通明玉佩的确有不同反响的能力, 竟然让我闭着眼就可以看到超过几公里的地方。 而且这个范围还在不断延伸。 西双版纳在古代待遇为蒙巴拉纳西,意思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 这里以神奇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风情而闻名于世。 像嘎木这种奇谋怪样的炼尸人属于哪个民族我不清楚, 但雨林风光却可以看得仔细。 只是,现在时间紧迫,即便在通明玉佩的帮助下, 我观黑夜如白日,也没时间去仔细看风景了。 地仰尸身材高大,比同甲尸更加雄壮。 你若看到一团黄黑之气在移动,那就是地仰尸的所在了。 老道士在一旁提醒着, 我看到有很多红色的气,模糊不清,那是不是什么活事? 红毛尸? 我将看到的场景说出来,那是人的血气,不用管,抓紧找地仰尸。 老道士在一旁催促,我欧里生继续延伸着视野。 现在,我已经难以计算,自己视野究竟扩散了多远。 延伸速度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快,大部分区域都是疑虑而过, 让我有种在座飞机的感觉。 粗略估计,就这么一回,我视野延伸已经超过了一百公里。 要是按时速的话,估计我已经超阴速了。 也不知道地仰尸究竟藏到什么地方,找了这么远,还看不到所谓的黑黄之气。 这时,我已经感觉浑身发烫,额头的温凉变得火热,身上的血液都有种要被抽出来的错觉。 你倒力不够,灵血中添加的东西,只能引发你血脉中的潜能,但不能长久。 这样下去,时间久了,身体就会衰老腐朽,看来我高估了血脉传承的能力。 你继续找,如果感觉脑子里有东西,要冲出来就停止。 老道士说着,语气中带着担忧,那不是白费了功夫。 我心里有些愤愤,耗费我一碗半的血,还差点被铜甲石掐死,哪能不出点成绩。 视野延伸的速度再次加快,所有场景如幻影般闪过,连那人兽的血气都无法看清了。 额头的火热感越来越强,到最后几乎和火烧。 这种疼痛,让我紧握着拳头,牙齿咬得咯蹦作响。 浑身的血液都像要冲进脑子里,我估计自己最多再坚持半分钟,如果半分钟内还是找不到地养师,只能放弃了。 在最后,我脑子几乎要炸开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前方一团黑黄之气在缓慢移动。 说是缓慢,那只是相对我的视野延伸速度而言。 实际上,这团气息移动的速度已经很快,找到了,我大喊一声,把石海收回来,快点,老道士催促着。 有了延伸的经验,回缩也就快了很多,几乎是一刹那,仿佛眼前出现了一个黑色通道,我的视野瞬间就回来了。 由极快到静止,巨大的落差感让我身子一晃,一脑袋撞在了门板上。 我哀悠一声,捂着脑门,却听老道士说,找到地养尸了,拿去镇压铜甲尸吧。 接着,我脑门的火热感消失,睁眼一看,老道士已然把玉佩递给了嘎木。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对付地养尸了。 至于怎么对付,下集再为各位听友讲述。 好了,听友们,这篇故事到此结束,敬请期待,下一篇更精彩。